美国时事通,我是罗文 先是4月23号,星期一 最近这两天呢,Kellor Conway也一直在接受采访 我之前说过Kellor Conway是川普总统的这个竞选经理 他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 把他的老板送到白宫去做总统的女的竞选经理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 那当然左媒从来没有突出他的一个成就 总是说川普有厌女症,他敌视妇女 但是川普其实用了很多女性,包括Kellor Conway 那Kellor Conway最近写了一本书叫Here's the Deal 据他的说法就是说其实这个书的话是川普鼓励他写的 就是川普身边那么多人写了书去卖钱 但是Kellor Conway一直很沉默 上一次Kellor Conway去马尔拉狗见川普总统的时候 川普总统就跟他说 他说Honey,你应该去写一本书 你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你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把一个候选人送到白宫去的女性的竞选经理 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你应该为此骄傲并且把你的经历告诉给大家 所以他就写了这本书 那当然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也在于批驳很多人对于他跟川普和他先生George Conway之间的攻击 因为很多留言就说川普跟他的关系怎么怎么着 然后有的人就说你看我记得有一次Fox报道 就说你看Kellor Conway坐着 他是盘腿坐在白宫的一个办公室的一个沙发上的 说很不庄重什么的 但实际上Kellor Conway当时累了一天了 总之不管怎么说就是有很多他的流言蜚语 那再加上George Conway就是他的先生一直跟川普在对骂 George写了很多反川的文章 然后去骂川普的在《华盛顿邮报》还有《纽约时报》等等 所以左媒就拿这个说事试图去为难他 然后他其实就一声不吭 他很少发言的就这件事 但是他出了这本书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了 他说你看George写了有十万多个推特一直在发言 然后他也在各大报纸主流的报纸 写了那么多文章去攻击我或者是攻击川普 那但是我都没有发言 但是现在是我发言的时候了 他是这么说的 然后同时那他也在别人问到就是他跟川普和George的关系的时候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那我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男人 一个是我的先生一个是我的老板 他说当所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 其中一个人在为我辩护 这个人不是我的先生 他是唐纳德川普 所以你看这就表明了他的心计了 他就在采访中说George做的很不厚道 他说我总是很冷静和平和的问他 说What are you doing George 你在干什么呀George 然后他就大声的很阴险的说 You're working for the mad man 你在为一个疯子工作 那在George这个建制派的眼里 川普总统就是一个疯子 凯利康威在采访中也在书中描述的这个丈夫 他总是偷偷摸摸的给这个报纸写文章 而不是说在发表之前 在明天的文章发表之前 他都没有给我看一下 或者没有就甩到我的面前 告诉我说这就是我想写的 或者是跟我来争辩 他就以他一向偷偷摸摸的和阴险的方式处理了这件事 所以使我和我的老板川普都受到了攻击 所以这是凯利康威的一个正式的解释 我觉得这个其实为他自己 也为川普总统撇清了 他跟他的先生和他的老板川普的关系 并不是像左媒描述的那样 就是他在为他的老板工作 但是他的丈夫却在攻击他 当然因为他们政见不一致 所以我觉得虽然他当时在川普的执政的后期 他说因为家庭的关系最后辞职了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会选择继续为川普总统工作 因为在这个Excel的报导中 那他对川普总统说 他说我真的希望你还是在白宫啊 然后川普总统就这么回答他了 他说we will be back honey we will all be back 说亲爱的我们会回去的 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回去的 所以这再一次的召释了川普2024的一个决心 那很多人就说你说川普跟他没问题 怎么川普撑的honey 这个honey在美国的话 虽然是甜心或者是跟爱人的称呼 跟亲人或者是老公或者老婆的称呼 但其实很多美国人称社会员卖东西的也叫honey 或者称这个他觉得想安慰的人叫honey 我觉得这个川普其实是想安慰他 他这样说其实非常的这个conferting 他是想安慰他告诉他 没事的我们会再来的 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再回到白宫的 我觉得这个并不显示说他们好像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总之我其实很欣慰哈 这就像我之前好像前两周的这个视频我提到过 我说我很欣喜的看到凯乐康威突然在电视上出现 一直在为川普辩护 我觉得这个就正式的说明他重新出山了 要来正式的帮助川普总统了 因为他销声力气了一段时间 为了家庭的缘故他就没有发言 他也不接受任何相关的这个对川普的政见 或者虽然对政府的一些看法 但是最近他频频的出现 所以我当时就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迹象 我觉得他会重新来扶走川普赢得2024 果不其然在今天actio的这篇文章里就体现出来了 那川普的意思就说 我们这些人嘛 所有的人都会重新回到白宫的 所以这听起来好像是讲了花边新闻 但是我觉得这是对川普很重要的一个决定 很多人对凯乐康威不以为然 但是有一个好的竞选经理和没有一个好的竞选经理 对一个总统候选人是至关重要的 完全是两码似 所以我非常的高兴凯乐康威又重新回到了川普的团队 他不仅是一个好的竞选经理人 而且他是一个好的一个advisor 他是非常的聪明 非常的sharp 非常的有决断 而且是很有直觉的一个人 我觉得这样的人是会帮助川普赢得2024 并且取得之后辉煌的一个重要的人选 那昨天其实还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 昨天就是一个拜登首次对一个记者表示说 如果中国对台湾出动武力的话 那美国会出动军事力量去保护台湾 这是非常正式的一个宣告 因为现在拜登开始了他的这个亚洲之行 这是他就任之后首次的亚洲之行 他跟韩国的总统发表联合声明 就提到了台湾问题 就说美韩联盟会继续扩展 然后也加强在供应链核能 COVID什么所有等等方面的一些合作 同时增强联合军事演习 治理朝鲜的无核化 然后台海和平稳定 是促进亚太繁荣的一个关键 然后所以这就有记者的问题 记者就说 那鉴于俄国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因为非常明显的原因 美国没有派兵 那现在的话 假设中国对台湾发动进攻的话 你会愿意用武力来帮助台湾抵抗吗 他就回答说是的 然后记者很惊奇 他这个女记者就是玉二 你对吗 是吗 然后他就说是的 这是我们的一项承诺 所以这就引起了中国很强烈的一个抗议 随后白宫的发言人马上出来说 我们仍然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 但是我们也要坚持我们美台关系法的这个政策 那当然在早期的时候 在早前我知道网上很多人都在讨论 中国可能要入侵台湾什么什么的 那有很多的这个评论员都表示说 那习近平可能会在今年秋天的时候 正式的攻击台湾 不仅仅是华人圈 很多我看到美国还有其他西方的很多 包括俄国的很多军事专家 安全专家都在提这样的论调 那当时白宫也表明了态度说 我们会保护台湾的 所以拜登的回答就再一次的坚定了 美国的这个立场 就说美国的立场一向如此 我们永远不会改变 这其实就是给亚太地区和平的一个定心丸 所以那下一步他会造访日本 日本是他亚洲之行的第二站也是最后一站 那他也会谈到台湾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整个的拜登的行程 有很大程度上是关于亚太的一个安全 所以他多次要点名台湾问题 OK 这是今天的播报 我希望您喜欢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赞助点赞留言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